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表达有牵绕 让人欲罢不能 两个人一个犹如充满沧桑的男人 虽然打拼了多年 但无论生活还是感情 既有诸多不顺 一个仿佛风韵成熟的少傅 一个人在酒吧孤独的喝着闷酒 两个人是旧时多年之后在酒吧又相遇 相互倾吐着这许多年里诸多不如意的情感生活 于是周深说是你变了 而侧天则回答是你变了 看似相爱的人最终分手后相互的指责 其实啊却包含了太多太多的无奈 思念或淡淡的期待 那明明是还爱着对方的感觉 这从第二段的和声呢就能够感觉得到 尤其是那句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 那是期盼是渴望是隐隐的渴求 更有着一丝丝的嘲讽 听着有种莫名的心疼感 这就是在蒙面唱将猜猜猜猜里演绎的 我真的受伤了 周深和侧点采用的对上的方式 利用舒缓的节奏配合着钢琴和大提琴 让歌曲在原本失恋的受伤之外呢 多了一些懊恼不甘 恳求和杰问丰富了歌曲的层次感和情感的共鸣 周深 灯光也暗了 音乐低声了 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 窗外阴天 人世无聊了 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纯净透热的声音唱着阴天 却能够让人感受到午后 倾斜照进来的光 温暖而清凉 侧田 电话响起了 你要说话了 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 若无海有四段四连的唱法 低欲成欲 瞬间把歌曲从周深的纯清透彻 改变为哀怨伤感 和尚的你怎么声音变得冷淡了 一个哀怨 一个敷衍 碰撞交缠却又清晰分明 眼泪听不住了 天下起了雨 到底是泪爱是雨 也许那是伤心一绝的入骨的痛 是心里的雨 深深的声音 有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神奇感觉 痛却不愿意抽离出来 电话响了 你要说话了 有种等着电话响起的感觉 是明知不可能的期盼 也是明知 结果的嘲讽 吟唱之后呢 歌曲结束 意欲未尽 那说着彼此变了的故事呢 他们对彼此说 是你变了 No 是你变了 到底是谁变了 也许是都变了 也许谁都没变 变得只是那一份感情 正如那句 你很好 只是我不再喜欢你了 请高 cava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也订阅 转发 打赏 alet板 rukk lil上